民众骑车出门上班 经过一座工地旁 就在下一秒 一片巨大的铁栅栏 伴随强风从听而降 掉落在马路正中央 骑士紧急刹车跟死神擦身而过 听到一阵大叫 其实那个看起来应该有几十公斤重吧 打下来基本上一定死人 铁栅栏就掉在距离自己散步的位置 出门上班的新手爸爸被吓到腿都软了 事发台北北投中央南路一处工地 19号早上8点多 位于17楼的铁栅栏突然掉落 差点砸到人 吴先生发文怒批太离谱 自己的小孩才刚出生 差点让老婆变单亲妈妈 这个阵风造成的状态 然后导致这个操作人员 甩到那个栏杆 导致对落的情形 建管处立即道场勘查 第一时间勒令停工限期改善 并建筑法开罚1.8万元 究竟是天灾还是人为疏失 还要再厘清 但强风发威 新竹这两位车主可就没这么幸运 市区刮起大风 关系沟中一棵将近三层楼高的树 连根断裂后翻越围墙倒塌 路边两辆轿车 车顶整个凹陷变形 后挡风玻璃更是被大树穿过 车主看了好无奈 消防表示后续会尽其赔偿责任 气象局也提醒 未来天气受东北风影响 各地阵风强 出门在外还是要多注意 记者和孟倩林传安泛雅桥综合报道 他是澎湖浮蓬喜来 跟酒店推出的海黄鲍鱼干贝XO酱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大的学问 里头有很多像是这大干贝 就有很多像是这20多种的氨基酸 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里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